壮大的意思是什么 隐身一步说 就是什么资本战胜了什么资本 记得法国大革命都是领导阶级是哪个阶级吗 大自然阶级开什么的 金融银行 就意味着工业资本战胜了什么资本 金融资本 就是国家应该以发展什么业为主了 制造业 听懂了吗 今天又过得到哪个业了 又过得到金融 就第三产业去了 对吧 实际上就是你 实际上为什么要让你达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壮大 是因为你达不出来工业资本战胜金融资本 你要能达到这个话 那你太棒了 你太牛了 一开始我都不理解为什么要答这句 我就问李老师为什么要答案做上这句 他一解释大家才明白 实际上是因为你工业革命完成之后 各国都以发展什么业为主了 工业 除了法国 傻不愣愣的还在借人钱呢 结果不幸把钱都借给谁了 法国为什么穷 好 我把钱都借给俄国了 对吧 借给俄罗斯了 没想到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了 伟大的革命老师 列宁大手一挥不还了 完了 对吧 完了 一千多亿金法郎啊 打了水漂了 对吧 列宁说不还了 那我们不承认 外债不承认 找沙皇要去吧 沙皇呢 全家满门超展 扔矿坑里了 哪找去 对吧 所以你他不还了 也是你说慈离太后借的账 你跟邓小平要 他能承认吗 对吧 我不承认 不还了 对吧 所以这个这个 法国惨了 法国经济老发展不起来 为什么 你老想着 跟银行 开银行我借人钱 对吧 那你这玩意不成 我欠银行一万 银行是爷 我欠银行一亿 我就是爷 明白这意思吗 我就不还 你崩了我吧 没问题 对吧 银行得当法院 给我求情去 你别傻子 你让他骗别人 先把那一亿还给我 对吧 你让他出国骗 你先骗别人 我欠银行多少个亿 那我就是银行的 我就是银行的爷 是吧 我到哪都VIP 我欠他钱 对吧 你先啊 对吧 所以就这么个道理吗 他这实际上 这你要